特朗普解决贸易争端 特朗普解决贸易争端 最有效的办法并非外交途径 而是获取萧桥 在美国中小企业最终受到严重伤害 才能阻挡特朗普 原因何在 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 虽然会受到影响 但征税不会使他们倒闭 增加的支出 很可能会转嫁给客户 然而 小型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可能会抵抗不住税务要力 而小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基础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贸易争端升级 最终会让小企业无法承受压力 继而导致失业率上升 贸易争端和房产投资 居然一手同工不仅仅是贸易战 对于房产投资来说 也是一样的 过去依靠经济腾飞 货币增发 外贸顺差 国际贸易环境宽松 房价也顺风顺水 一路高高 第一批投资只赚了盆满钵满 如今 环境 规则都变了 如果还像十年前那样 随便买几套房子 别说升值 估计连保值的功能都未必会实现 而房地产市场 要想恢复正常 要想去保汇率 又保房价 没有牺牲掉中小投资者 把他们的资金锁定在房地产中 才能保证房产市场稳定的软着陆 有人说 不可能 就算房价不暴涨 在一百多次调控之下 我看房价还是在涨 那么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一 是买对了 但这种情况的前提是 手头有大量资金 因为近一年呈现稳定上涨的 百分之一百上涨的 只有豪宅了 二 那就是房价涨了 但有价无 是 财富都在账面上 一旦市场环境收紧 房价下行 那么这些账面的财富 也就坏而乌有了 楼市风险一再显现 投资者居然看不见 而且 从目前国内楼市来看 对于投资者而言 风险有增无减 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资金需求高 贷款原来越难批 买方门槛越来越高 贷款即使落实下来 那也是在很高比例的首付之上 房产投资是一个常见的投资过程 区额的首付压制了大量的现金 正在当下经济环境波动的背景下 无疑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 二 金融去杠杆是在必行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融资难度和成本都将夹大 对中小开发商而言 现金流进一步绷紧 不排除将价卖房 求自保的情况出现 别以为这时候就是抄底的机会 低价抛售的垃圾资产 未来能有收益吗 今天的低价可能只是开始 未来价格还会继续向下 三 贸易争端在身边 不仅仅是人民币贬值的问题 举个例子 贸易影响出口 谁一靠出口就会影响谁 恶尔多斯 当年靠没有积累财富之后 推高了房价 一旦没它实施欲了 房价也就应声而落 现在呢 贸易带来的风险 首当其中的就是那些 把外贸作为经济支柱的城市 比如厦门 楼市不破不利 转变市角才有可能 引在未来再预好政策 推动向上涨的房价 并不是由需求主导推上去的房价 而是在政策的一举倒下 大量由资助 入推高的房价 房价确实在短期内稀稳 甚至有了飞涨 但是由于需求和购买力不足 一旦这一阶段的油资注入到了饱和 那么房价在上涨后 这样就会丧失 甚至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有投资者可能会说 我不会想在油资撤离之前 及时套现吗 问题是 你能把握油资撤离的时机吗 你能从纷扰的信息中 把握政策的走向吗 老百姓可能不这么想 他们就盯着中介的报价 盯着自己小区的报价 导听途说 瞎打听 做这一夜暴富的梦 如今 梦该醒醒了 不破不立 单一资本市场仅仅依靠房价上涨获利的盈利模式 已经成为过去时 被扶持过度的市场要渗入 被投机者 装甲主导的市场 普通投资者不会走太远 认识到这一点 投资者才有机会自救 本文原创 作者刘磊 福布斯金融理财师评审委员 远近财选特邀地产评论员 帮产投资链金数课程导师 多家媒体房地产专栏作者 作家 我们下游 Store的单个电视《双送操作者》 那我们下游 准备